大家好,我是Stan 2月22号,韩国一位网友在网上爆料了以下的内容 我和那位交往了超过4年 但最近却透过一则短信突然被告知分手 我有尝试联系,但都被无视,完全失去联系 在收到分手短信的几天前 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关系也很好 也做了好几次那个,他还拍了我身体重要部位的照片 但几天后就单方面发了一条短信 然后完全断了联系 我认为即便是分手,也应该保持基本的礼貌 但这个人过去也有过类似的行为 现在他在YouTube等平台将那个作为回忆来说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会为对方着想 平常一直忍受着他的自私行为 他可能现在也不知道哪里做错了 我曾在他家洗澡时发现了女性清洁用品 因此与他争吵,他坚称那些不是他的 我也不知道他是否脚踏两条船 在这段期间,他至少要求我发送 数十张身体重要部位的照片 这个人对工作伙伴也说了很多恶毒的话 有些事情实在太让人震惊了 这位网友最后表示 我现在对那个人没有任何留恋之情 我会先公开一部分要求照片的短信 至于他的照片,我还在考虑中 因为担心他的粉丝会受到伤害 关于他对同事的恶言 内容也相当令人震惊 与他在综艺节目中礼貌的形象完全相反 这也是我正在顾虑的一部分 我目前最关心的是 那些照片是否彻底删除了 在我发送的数十张照片中 许多都是刚见面时就发送的 虽然在拍摄后我感到不安 但因为对方坚持要求且信任 所以发送了 虽然对方持续要求照片 但因为我不想要拍 因此在最近两年内我没有再发送过 但是在最后一次见面时 因为那天是对方的生日 我作为礼物拍了给他 并且是用我的手机拍摄后发送的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见面后拍的照片 因为照片涉及身体重要部位 且过于落骨 所以我感到非常担心 我说我们做了很多次 是因为完全没有感觉到分手的迹象 如果那天他想分手 应该告诉我 我也会接受这段长期关系的结束 我只想说的是 情况到了这个地步 他完全不考虑我的感受 虽然他是个冷酷无情缺乏同理心的人 但如果他能展现哪怕一点点同理心 最后告诉我分手的话 我也会接受的 关于照片 我会再考虑一下后上传 然后这位网友公开了 他与男演员的短信内容 嗯嗯我会去接你的 好的 发一张照片给我吧 什么照片 现在没有时间 我爸您吃饭吧 不能只拍下乳头发给我吗 那我拍一边试试吧 嗯好 为什么突然问 想我爸的话就想做啊 我爸有多想 超想 希希知道了 照片 嗯久违的拍一张吧 现在没地方可以拍 Kick it 我们宝贝好漂亮 等一下我会吃很多次的 因为最近生日 之前有过类似的情况等关键词 韩国网友们已经断定 这位男演员是谁了 而目前在韩网只要一搜就会有男演员的证明出现 当然也有记者已经向这位演员的所属公司进行询问了 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记者表示 网友爆料的内容是恋人之间的事情 无法成为争议的对象 但如果L演员在分手后 仍然持续保有那些身体照片的话 情况就会有所不同 但L演员好像只急于隐藏自己的身份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他可以选择潜水式分手 只能说是缺乏礼貌 但哪个正常的男人会在分手前 要求拍摄特定身体部位的照片 然后立刻消失呢 简直疯了吧 如果要分手就应该干脆利落的分手 要那些照片做什么 然后突然消失的话 女方当然会担心自己的身体照片 会想这个疯子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是谁 反正是个超级变态 对于尚未确认真相的天文 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 我觉得很不舒服 为什么大家需要知道别人的私生活呢 如果联系不上对方 且担心照片未被删除 那么应该首先报警 而不是进行公众审判 公众议论应该是最后的手段 这个爆料文很像是想要毁掉对方 而不是解决问题 女方自己也不情愿 所以两年都没有发送照片 直到生日那天见面时 才第一次亲自拍了照片 结果在几天后就收到了分手通知 这绝不是正常的情况 应该要让对方确认删除了 这段时间的照片后再谈分手 更不用说在亲自拍照后 就潜水式分手了 简直疯了 真名正在扩散 如果不是真的就应该提出反驳 如果保持沉默 疑虑只会越来越大 不是 难道贝温就一定要回答吗 可能是他认为他问心无愧 所以选择忽略的 这难道就成了信温的焦点了 这根本就是想要摧毁对方的意图 过度分享两人之间私密信息 如果真的目的是想要删除照片 应该还有其他许多方法 这更像是想要公开处决对方 老实说 恋人之间交换照片或录像本身是可以的 但第三者不应该说什么 但是考虑到如果两人关系出现问题时的后果 不拍照拍摄是最明智的 交往时千万不要发这样的照片 这些照片可能会被第三者看到 甚至可能不是对方 而是第三者散步出去 即使是夫妻之间也不应该这样 真的很不好 请一定要小心 然后那些说女生有问题的人 真的让人很讨厌 果然是顶级艺人 有这么多人护航 现在在行网确实也有很多怪罪于女生的留言 说她自己喜欢才会发送那样的照片 虽然我不是女生 但我相信世界上应该不会有女生 因为喜欢对方就主动拍自己的身体照片给对方 这位网友应该是当时太爱那个难得了 所以一直拒绝感到内疚 也可能怕被提出分手才会拍照发送的 当然女方是应该拒绝的 但如果你真正爱过一个人 你一定能明白 在爱情面前做出理智的判断 真的非常困难 而很多人渣 就是想利用女生的这种感情 所以对于这位网友的爆料 以及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